金融市上人街来往车量频繁 不过这一段的挡土墙却出现均裂状况 原来是载水公司在上方国安路进行管线台湾工程时 因为碰到去年底的好大雨造成回天土方被冲刷 国安路路面塌陷边坡滑动 下方上人街挡土墙也受到影响 连一旁电线杆都歪斜一侧 让当地里长相当忧心 在接货反应后 立法人蔡世英特别邀急 借用市政府公务处致癌水公司 及软软区工作等单位到场会刊 最后决议要求水公司在2月完成规划设计 3月发包施工 希望赶在4月梅雨季前完工 以维护来往人车的安全 因应4月开始的梅雨季节 刚才我也跟我们议员有特别要求 厂商水公司这边 能够在2月份完成设计的部分 3月份能够来动工 工期大概一个月左右 希望在4月初以前能够整个完成 那避免没雨期来的时候 造成这个地方的山坡地的危害 那我想我很高兴 今天我们及早有发现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做后续的处理 共同出席会刊的金融师员林敏勋表示 上人街这个路段较为狭小 又是暖暖区重要的连外道路 希望相关修复工程能加速完成 因为这会很常是那个摩托车行驶的地方 那如果真的有落实下来 还是说编驳有一些危害 对这个路人都造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伤害跟危险 那我们希望可以赶快来把它做一个完成 金融师政府公司方面也强调会请赞水公司方面 仅速设计完成提报给金融师政府审核 加快整个工程进度 市府这边也会平行的针对它设计的内容来加速的审查 那我们也希望水公司赶快在三月 让这个档土的工程赶快执行 那四月赶快完工 那我们市府会尽量的配合 在水公司方面预计将编列1600万元的经费 先在上人街档土墙军列处 新建高两米长32公尺的档土墙 并利用H缸加固上人街边坡 待档土墙建置完成 再重新薄铺国安路的路面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